祝你自己家里有三个孩子 面对孩子被病痛折磨的话 我们该怎么祷告 怎么寻求主的美意 我听你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都可以感触到 孩子有病痛的时候的那种心碎 我们在教会这么久的人 也都会看过 甚至有些孩子们 他们有血癌 或者生出来旧残缺 或者有一些慢性病 那在这样的时候呢 我是想告诉父母说 你可能以为说 你的孩子在病痛当中很痛苦 但是我要给你另外一个眼光 就是其实人的痛苦 也不一定是外在 或者生理上的问题 真正来说 乃是他在软弱 苦难当中 他看不到爱 得不到安慰 没有希望 那这才是叫他痛苦的因素 那么 如果父母们 你的孩子被病魔折磨的话 我在几方面 告诉你怎么为你的孩子祷告 第一 你先让他知道 为什么他身上有病痛的主要理由 当人堕落之后 罪已经临到人的身上 那么人的身体 人的环境是继续败坏的 所以人的身体呢 是一定会面对病痛 面对死亡 这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他要明白说 这不是他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体客观罪的问题 其实人就算没有得到病痛 在这个有罪的世界 有失落 有失败 有失望 有失去 也都是会痛苦的 所以他只是 其中一个是得到病痛 但是人还有种种心灵的痛苦 都有的 那先给他这样很客观的 真理性的眼光 那另外呢 这个在病痛的孩子呢 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时机 要让他看见 在这当儿神的爱 那神的爱 最伟大的爱 就是当他知道 我们有痛苦有罪的时候 他来赐给我们永生 永生是对一个在 现状有痛苦的人 甚至知道自己的病 自己的苦难是不能解决的 那个永生是最大的希望 让他看见 神爱你 所以带给你永生 然后呢 另外也给你 很多很多父母的肢体的 那个爱和关爱 关怀 你看 你让他看到 有这么多孩子们 不幸的孩子们 他们被父母离弃 甚至有病痛的 他们就是父母离弃他们 但是对你来说 为什么 上帝反而让父母 跟旁边的人 这么的爱你 怜悯你 就是因为上帝先爱你 那看不见的上帝 其实他在感动人心 来爱你 所以让他看见 这很实际的 能够触摸到的神的爱 这是一点 所以人一定是 第一 他的眼光 有恢复客观的真理 还有实际的 见证到那个爱 他能够增强 那么最后 父母特别在给孩子 这样的带导的时候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千万不要因孩子的病痛 你自己也沉浸在痛苦里面 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你的心灵 你自己要从神那边得安慰 也看破很多的 现在孩子身上的苦难 那父母亲把希望放在主 然后也看到这孩子 是上帝用来炼净他 也祝福他的 因为这个孩子的病痛 叫他的生命生出忍耐 生出劳炼 生出盼望 这盼望不至于羞愧 那父母也把他依靠主的心 从主得的那个满足喜乐 活出来 把这样的喜乐 指望中忍耐的那种气氛 常常带给孩子 那孩子就是 虽然带着病痛 但是看到父母 有这样的能力 这样的喜乐 他心里面也得到盼望的 所以我认为说 通常如果我们所爱的人 有肉身的痛苦 这是给我们圣徒 很大的炼净 那圣经说 你在百般试炼当中 你要一味大喜 为什么呢 因为主在炼净我们 使我们能够生出 完备全备的信心 那人是 其实呢 在这个地上 都是多多少少 遇到苦难的 但是如果人没有信心的话 连小小的问题 也叫他烦躁 是有信心的话 指望放在永远的家乡 那这个自战自轻的 这个苦楚 就是不会影响我们 反而在这个苦楚当中 另外能够看到 那极重无比的荣耀 这就是我为这样的父母 有一些祷告 也盼望他 这样的父母呢 能够重组得到 也得到安慰 也得力量